烟花爆竹 燃放少 空气质量 金优良 洋年新春喜洋洋 深层景点游人多 邻里互助情意浓 楼道是个大家庭 爱心回访 年轻姑娘挑重担 社会关爱来分忧 观众朋友 晚上好 欢迎来到新闻坊 今天是洋年的大年初一 在这儿首先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拜年了 给您拜年了 祝大家扬年吉祥 合家欢乐 万事如意 大家好 我是来自浦东电视台的主持人李翘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做客新闻坊 今天的新闻坊就由我跟李翘被大家呈现 你看今天老天爷特别给力 避空如洗 大家走到外头简直是心旷神怡 是啊 今天早上九点 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1U 空气质量宝宝露出了可爱的笑脸 在滨江大道陆陆续续有市民游客来到这里观光游玩 晴凉的天气 灿烂的阳光和优良的空气质量 让江对岸的外汤万国建筑群清晰可见 空气很好 很禽兽 空气质量良好除了深层今天为三到四级的东北风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外 也和市民环保意识的提高有一定关系 除夕夜燃放烟花爆竹的规模大不如前 零点前后嘻嘻啦啦响了一会儿爆竹声基本就销声匿迹了 小区里的红地毯也扑不起来 烟花爆竹燃放量的减少环卫工人的感受也很深 不仅垃圾总量下降了 垃圾运输的安全系数也得到了提高 往年环卫运输部门最怕的就是在垃圾中混入没有完全燃放的鞭炮烟花 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除夕过后就要迎来大年初四晚上 积财神 建市民尽量不要人放烟花爆竹 在安静祥和的气氛中迎接洋年财神的到来 这不放或者少放烟花爆竹 往大里说是为了我们的生存环境 往小里说也是为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嗯没错 那么因为每年燃放这个烟花爆竹啊 火灾炸伤人这些事故非常多 即使不是直接的 间接的像小狗因为受惊吓咬伤人的事啊 也不少 市民郑先生昨晚被自家的宠物狗咬伤 今天来到医院犬伤门诊就诊 昨天晚上大概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放鞭炮了 小狗有点惊吓了 医生介绍从昨晚五点过后就陆续有患者过来就诊 大多数是宠物狗因为受到鞭炮惊吓而咬伤了主人 但与往年相比患者人数少了许多 医生提醒如果不慎被狗咬伤最好在24小时内就医 被猫狗咬伤可不能大意万一感染狂犬病那会要命大 对啊所以说大过年的开开心心安全是最重要的 是啊今天是大年初一天气又好大家到外头去玩心情好吗 那各大景点针对游客量大也做好了预案确保大家的安全 今天预言赵丽市游客络绎不绝不过大家都明显感觉秩序良好 今天也不拥挤了今天治愈比较好 检查也挺多的 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九曲桥将全天实施南向北单向通行 此外预言商城在台阶斜坡等位置都设置了黄黑色警示线 提醒市民游客注意避让小心慢行 新年第一天东方绿洲迎来了众多市民游客 为确保大家开心过年安全游园 东方绿洲启用了航拍飞行器帮助监测游客流量 提高对大客流的保障能力 发现这个哪一块的活动区域人流更为密集 那么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会在主要的路口 对游客进行一种警示性的或者说歧视性的疏导 新护上八景之一的风京古镇 今天也吸引了大批短途游客 为确保游客安全 鼓震所有的安保力量全员上岗 我们达到80%的时候 我们将要停止售票 说到玩儿啊 春节期间春花陆续开放 春节赏花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没错 我们就来推荐赏花的好去处吧 那今天呢 我们就带您去杨浦区的共青森林公园走走 去看看那里的岔子烟红 森林公园内的花艺馆里 水仙家族来了个大聚会 茶壶向寿桃 还有鸳鸯成双 螃蟹横行 经过达尔门的桥手雕刻 漳州水仙被塑造成千姿百态的造型 有的种在棒壳里 有的养在海螺内 您瞧瞧这盆景 水仙衣山土燕 小于水中游荡 一帮还有个拇指大的江派公 在等着院者上钩 除了两百多盆张州水仙盆景 原方还引进了数千株 地在崇明水仙和金灿灿的洋水仙 除了这摆在架子展台上的水仙盆景 花艺馆的墙上也暗藏玄机 不过这个玄机现在只能从远处隐隐看出轮廓 等到一周以后就是水仙都达到圣花季的时候 我深刻这株墙将会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发生 就是一个白羊将从我们这个绿色的树叶当中灿出来 叫做我们叫做极阳献锐 来给大家羊领带来新春的祝福 如果是董花期的游客在花艺馆内游玩时 还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 那就是本该在四月左右才会开花的玉金香 现在竟然和水仙 辣梅 银柳 爆春花共同绽放 红黄粉白 五颜六色 很是喜庆 这些花是经过我们园艺工程师采用特殊的吹花技术 使玉金香的花期提早了大概一个半月左右 据了解此次共青森林公园新春花展将持续到2月24日 今天是大年初一 想必昨晚除夕的祈福还营绕在很多人的耳畔呢 嗯 那下面呢就把目光再次聚焦 昨夜金晨 新年终声敲响的那一刻 夜幕降临 浦江两岸灯光齐放 东方明珠被装点成了喜庆的红色 环球中心打出了喜迎新年吉祥如意的标语 浦江对岸外滩建筑群则是金碧辉煌 虽然昨晚的气温有些低 但凛冽的寒风并未抵挡住游客们的热情 他们纷纷拿出相机拍照留念 过去年了嘛 很开心啊 过来到这边了 看看外滩这些美景 这家羊肉也比较重 而且这家也比较漂亮 除夕之夜 不少市民来到古刹寺院 壮中祈福表达自己的美好祝愿 在千年古刹静安寺 两千多名市民依次排队登上钟楼壮中 期盼新的一年 全家幸福 新年希望自己家里面的人身体安康 万事如意 然后自己多段钱 在松江天飞宫前 市民们敲响了幸福中吉祥谷 为新的一年讨一个好口彩 在家庭万福寺 祈福的市民敲响了108响钟声 在洪亮幽远的钟声中迎接阳年新春 除了现场祈福 今年万福寺还首次推出手指祈福 通过万福寺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 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通过微信传递祝福 此外万福寺还特别打造了网上新愿池 市民的新年愿望可以永久保存 新年祈福 为自己 为家人 为大家 朋友们也通过各种方式来送上新年祝福 没错 下面我们再到街上去听听大家的新年愿望有什么呢 希望学生乖一点 然后听老师的话一点 因为我是那个窗口工作单位的 所以我希望新年里面每个来办事人都开开心心的 希望把人民广场这边能卫生搞得更干净一点 更漂亮一点 我是一个导游 然后把整个山海很好的一面都呈现在所有的外来的过来旅游的游客面 昨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有一大亮点 那就是语言类的节目比去年翻了个翻呢 而且我们这个春晚还首次向中华大地变洒红包雨 那么观众对于阳年春晚到底是怎么看的呢 一块去街头听听 在语言类节目上 小品投其所好 《向上这不是我的》和《圈子》形成反腐三部曲 赢得了不少观众的赞许 值得一提的是 昨晚央视首推《阳年春晚摇一摇》活动 向全国发出单个红包最大金额达4999元的红包雨 抢红包更被网友誉为最重要的插播节目 风头甚至有些盖过了春晚本身的节目 说完了央视春晚来说新闻综合频道的春晚 从今晚22点起 频道将推出六集新春特别节目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春晚 那今天播出的是第一集将为您搜索春晚中的上海元素 让我们掌声有请九位谋面的沈小岑 有请 1984年 沈小岑成为首位登上央视春晚的上海歌手 时隔31年 沈小岑再度唱响了经典的旋律 请到天涯海角来 第一位主持央视春晚的上海演员张瑜 上春晚最多的上海歌手毛阿敏 30年来 与春晚结缘的上海籍演员歌手主持人 艺术家体育健儿有20多位 今晚的新春特别节目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春晚将为您一一呈现 昨天的除夕之夜为了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有许多人还是在本职岗位上默默的坚守 是啊 他们用各自的奉献换来了更多人团圆的幸福 那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看他们忙碌的身影 晚上八点位于南泉路上的一家餐馆 市民们正和家人们一起享用年夜饭 而在后厨厨师们则一刻不停的忙碌着 为咱们这个忙前忙后的 我们的厨师们 我们的服务员们 我想在这里向他们致以敬意 他们的牺牲成就了我们天伦之乐 晚上九点 普南医院的急诊室内挤满了病人 急诊科医生王小辉忙着为他们诊疗 等了半个多小时 记者才有机会和他说上两句 王医生告诉记者 这已经是他连续三年和病人一起过除夕了 奇怪了 因为我爱人也是医生 不过我们明天初夜半了可以在一起吃个团圆饭 没说两句 救护车又送来一位脑梗病人 王医生马上转身投入到急救工作中 晚上十点 人们吃完年夜饭 准备踏上回家的路 公交司机华师傅正是他们回家路上的护送者 从一二十年的华师傅已经记不清 这是他第几个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除夕夜了 为了老百姓方便 出行方便 我们都稍微冷冲一点 没办法的 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人放弃和家人的团聚机会 坚守在各自的岗位 我们的城市才能平稳运行 在春节佳节来临之际 让我们对他们说一声 新春快乐 大年夜上海有五万多名民警坚守岗位 为老百姓安全过年保家护航 不过警察加班 小偷也有没休息的 昨晚就这么一位老兄 可以说是小偷界里的劳模 大年夜还到宝山的永福安庙里偷东西 烧香的时候 他发现口袋里面的手机被人偷掉了 然后他就回身去看 正好看见这个人在他背后走过了 然后他就去追他 最终执行民警将这名小偷抓获 并从他身上搜出被害人的手机 目前这名老模小偷已被刑事拘留 要在看守所里过大年了 咱们要去丰金古镇 因为那儿啊 人家过年桌上家家户户有八大样 八大样 哪八大样啊 我也不知道 咱们跟随主持人书仪到金山丰金镇去办年货咯 看看去 今天我就来到了位于金山的丰金农贸市场 还特别请到了一位普师傅和一位居阿姨 我们组成临时家庭啊 来看看金山市民如何来采买年货 我们走吧 来到农贸市场 这个临时小家庭立马就忙活起来了 这边看看 那边瞧瞧 我们的主持人书仪不知从何下手 还好普师傅列了张购物清单 首先是鲑鱼 普师傅说鲑鱼在当地代表着富贵有余的意思 接下来要买的是笋干和肉 说这是封禁当地必备的年菜 这让书仪有些摸不着头脑 随后三个人分别购买了蛋饺 油豆腐和碎肉分别代表着招财尽宝和笑口常开 普师傅还采购了一只大公鸡 在年菜里寓意金鸡豹小早生贵子 最后一样风筋丁蹄 这道当地特产当然也是少不了的 现在说实话鸡鸭鱼肉咱们平时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 但是再好的山珍海味不如妈妈做的菜 再好的味道不如团圆的味道 在这里又是一年咱买足了年货和家人分享 一起来祝愿大家喜气洋洋 洋年快乐 现在春节过年是举家团圆 在过去还有林里团圆的 那俗话说的好嘛 远亲不如近邻 没错在金山区石化街道 陈凯花园小区197号楼 楼上楼下12户人家 亲如一家 你有困难我来帮忙 大家是非常的和谐 今天来看看杜阿姨 帮你们打扫一下卫生 谢谢 居民杜阿姨最近一直在做化疗 昨天刚出院回家 今天楼组长林居英 就和楼道里的热心居民一起上门看望 送来年货表示心意 还帮他打扫屋子 杜阿姨告诉记者 平时邻居们也是隔三差五帮着买菜 这次他去医院 也是住在楼下的方先生开车送的 野心不如近 我们作为年轻人应该都帮助他们 楼组长林居英介绍 早些年邻履间形同陌路 直到2010年世博会 楼道组织小朋友开展世博讲座 后来又举办了多次小朋友的活动 家长们这才聚聋起来 从见面点头到互相熟悉 多互相关心 有什么疾病啊 什么的多探望 互相的就温暖一下 属今在楼组长林居英的带领下 暑期体验活动 楼道运动会等系列活动越办越好 五年时间左右邻里 变成了好兄弟好姐妹 大家们就跟一个大的家庭一样 非常的温暖吧 每年反正时间在变 但是我们的亲情 我们的友情没变 这样这种我们淋漓时间 互帮互助的事情 应该说这五年来 应该说是 时时刻刻都存在 更有意思的是 陈凯花园197号 还有了属于自己的楼道歌 浓浓的年味中 让人感受到的是暖暖的人情味 杨年春节建议区江宁路 接到蒋家港的居民 举办了自己的新春团拜活动 一早厨师们就在家里忙活开了 切菜蒸鱼煮肉烧汤围着灶台转 沈阿婆现学现做的 崇明菜凉拌金瓜 也要拿到社区盛宴上露一手 走进居委会 一股香气立刻扑鼻而来 红烧肉圆 鱼圆大白菜木耳 素食锦 清蒸鲁鱼 黄金年糕等 桌子摆满了美味佳肴 居民们忙着倒酒加菜 品尝着来自不同家庭的手艺 在浦东唐桥街道南泉居民区 十几位空巢老人 在志愿者的错拥下 一边开心吃汤圆 一边拉家长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 街道海组织开展 手拉手相互帮助活动 让他们也能感受到 过年的热闹和家的温暖 武警上海总队一支队石中队的官兵专程将黄浦区敬老院的六名孤老街道中队与官兵们一起欢度新春佳节 1982年进驻南京路以来 每逢中秋重阳春节被誉为南京路上雪八连霓虹灯下新一代的武警石中队都会把节队的尸毒空巢老人接来与官兵们一起过节 我们新闻方美周六播出的爱心行动板块是上海电视台和上海市红十字会 为本市困难家庭搭建的一个求助平台 节目中出现的很多主人公 经过我们的报道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 那过年了这些受助的市民情况如何呢 从今天起我们将带您一同回访这其中的几位 首先让我们去前往的是嘉定区 看看去年9月13号报道的嘉定姑娘孙靖霞和他的家人 因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母亲失明 父亲左脚失去三分之一 再加上先天性脑瘫的姐姐 只有26岁的孙靖霞早早就背负了家庭的重担 每天孙靖霞除了上班还要照顾父母和姐姐的生活起居 可是他从没有一句怨言 他说这就是他的责任 然而三位亲人不断加重的病情和医疗开支 让这份责任变得越来越沉重 隔知孙靖霞的故事 许多好心的市民行动起来 过年了孙靖霞一早就忙着给家里置办年货 给妈妈和姐姐买来新衣裳 给爸爸买来了爱吃的零食 相比五个月前 小孙的妈妈精神好了许多 笑容一直挂在脸上 孙靖霞说节目播出后 他们全家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关怀 爸爸住院期间 社区志愿者轮流帮他照顾妈妈 居委干部时事关心 还有住残志愿者帮着买菜做饭 家里的困难一个个迎刃而解 志愿者是陈阿姨 因为我上班的话忙 就是说他们残疾人嘛 然后就是吃啊用啊 全都是阿姨来帮助他们的 就是我做我历所能及的事 我能帮助他们 我也感到非常开心 让一家人感动的是 一些素不相识的邻居 也总是送来贴心的关怀 本来我们要到医院里去换药 要那个钱 又要车子 要准备车子 要钱又多 后来这个志愿者 她说她女儿是护士 就一千 隔一千来帮我 帮我老公换药 我很感谢她的 为什么 她这个小姑娘 她说夜班中班回来 她中午就不睡觉 先帮我老公换药 我回来之后 出了医院 就回到家里看 有这么多好心人 我的后个之一 对了 一场就是没有了 而得知小孙的情况 她的单位三维制药厂 特别为她安排了进修学习 对她的家庭也十分关心 只要我能提出来 有所困难的地方 他们都尽量帮助我 我想以后 我今后的日子里面 我也要更加努力地 回报这个国家 回报这个社会 包括回报 所有帮助我们这些好心人 爱心让欢笑 重新回到了这个家庭 一家人开开心心地 贴上大大的福字 今天我们家贴一个大的福字 希望我们家来年 顺顺利利的一切平安 也希望电视机前 帮助过我们的那些好心人 志愿者们 新年快乐 一身平安 社会的关爱 为小孙一家人 重新打开了幸福之窗 而这大大的福字 也代表着他们一家人 对于所有好心人的真诚祝愿 其实今年小孙也即将拥有 他自己的小家庭了 在这里 我们也祝愿这位孝顺的姑娘 幸福快乐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方到这就要结束了 我们再次恭祝各位观众朋友们 新春快乐 杨年大吉 明儿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儿子